当下是完全没有人 我冲到二楼的时候,我又听到 一动 是这样子笑妹 那是红红影片,因为可能有东西遮住吧 他们把他抓 那个朋友不见了,等动作只有他 完全没有感觉 嗨! 欢迎来到 TWEEE! 为什么要讲话,是这样吗? 我这么哭 今天呢,在这个时期,7月要到了 所以我们很应景的,我们就要分享一点点 我们周围的那种 情深思维 胆小的人也要看下去,不胆小的人也要看下去 敢不看 我们身边一定还会有一些 你没有办法用科学解释的东西吧 对,就是很奇怪的,毛毛的 我先开始吧 我先讲的是,在以前大概 7年之前吧 就跟一群朋友,我们去马六甲玩 我们是去住那种独树 它的特色就是走那种旧式的风格 对,我们是住在三层 然后它的那个楼梯都是那种木制的楼梯 走走走走走,可能就是那种 他这样子 我们就吃 就是打包了这些东西 然后回我们的那个民宿吃 然后它外面是有个客厅可以给我们 可以给我们在那边休息什么的 我们就坐在那个客厅那边 我们就 我要最好吃那边吃 但是那个民宿我也不懂为什么 就是当下是完全没有人 没有声音 嗯 就是整个客厅只有我们五个人 民宿是很特别 它就是整排的玻璃门 所以有人 其实有人按门铃 有人在外面的话 可能那个人家看得清楚外面 所以它们整排东西 都是 就是 都是可以看通外面的那个周廊的哦 它就叮咚 民宿的那个 突然间有 那个门铃就死亡了 然后 大家集体就是 我后看着 什么事情 没有人 真的没有 没有人 没有我们就继续 大家呢 吃 吃吃吃吃吃 很叮咚哦 你知道吗 鸡皮疙瘩 这时候我已经 我已经不敢 往后面看了 大家一定用唇语 我们干脆就 跑跑上楼了 然后就跑回我们房间 嗯 那天就觉得 就是大家可能很紧张 就刚才去洗洗睡了 第二天晚上的时候呢 我们就没有在客厅吃了 我们就直接在回房间玩 堵住 然后输的那个 依然要从楼上三楼 走到楼下去 那还真是没说清楚 然后 自拍 就是你觉得 camera自拍 然后我们就 走到楼下自拍 自拍自拍自拍 没有怎样哦 然后到我输的时候 我走到下去的时候 走到楼下就 你你你 你你 嗯 然后我就这样子拍 自拍 你知道吗 当下我在自拍的时候 我就特别打 为什么 死了腰断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就是 Crizen 不一样 下面是没有人的 而且那时候应该是吃一点多了 就这样 头也不回来 冲上去了 我冲到二楼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了 要了吧 我们两个要三个 没有 没有 一次我回下去 他们看到了年轻轻 他们就讲 算什么不玩了不玩了 刚好是最后一天 我们就刚刚回了 回了之后呢 就这样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什么东西都没有发生 有啊 你们不觉得很恐怖吗 你们不觉得很恐怖吗 自己吓自己啊 根本没有 我要去过后 我发烧了两天 觉得是 算是灵异事件吗 蛤 发烧应该是很普遍的事情 没有头伤 没有头伤 你睡了 对啊 你的腰断了 那是因为你是怕你不好吗 说不定是老鼠啊 还是什么的 小孩子在玩吧 没没没 应该算是你自己吓自己吧 我太难了 现在我讲哦 然后 呃 有时候 因为我回去 home到嘛 然后 回来的时候是 通常都是11点多 才到我家那边 然后有一次 那时候是我自己一个人走 因为11点多其实是蛮 安静 然后又很暗 周围是看到没有人的 一个人走走走 我明明看到是没有人的哦 可是我走过一条路 然后忽然间有人叫我小妹 然后我就 你要不要回头 嗯 通常如果叫阿姨就可以回 我明明都是小妹 好吗 OK 有一个有个人叫我小妹 我就 嗯 OK啊 我就 我不懂是什么东西 但是他就小妹 就是很很暗 很低沉的 很低沉的 那种声音 我就 我就回头啊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很老很老的阿姨在那边 他就叫小妹 然后我就 来来来这样 哼哼 然后我就转动了 然后我就 我就跑回家 然后我就 啊 不要管啦 反正过了 又没有什么事情 我就OK 隔两天哦 有人按我的家的 门铃 然后门铃 我一开门我看到那个阿姨 同样的阿姨 然后我要买单线嘛 哈哈哈 刚刚说的我是很怕的嘛 就是到谁点多 有一个人 小妹啊 小妹 你来跟我一趟金吧 哈哈哈 还没有跟我讲完 我就快跑了 跑又很怕 我们是讲的 灵异故事 还有像我这种 打你再讲你咯 OK 我讲的是我的 我以前有一个 车友们跟我讲 你以前讲阿姨什么安静伟大 哇 看到没有 没有 哇 啊 你讲阿你在分享什么伟大 就是什么 你这种压过的人是什么 给我打你啊 因为我本身是没有灵异的 方便的照位 可是我有听别人说 以下的故事是我听我的一个 车友们说的 以前还在读学院的时候 在KL住了 然后因为那个地方很老很旧老的 他的租金就很便宜吧 便宜就有很多学生来住 然后那一间屋子大概住了大概四到五个学生在里面 都是学院生 有一个朋友个性会比较低沉一点 就是比较老的 也很难去跟别人相处 学院每个月每上个月就会有一次的厂价吧 那时候大家都会哄逃了 然后只剩下他 因为他还有东西要赶 和那个阴城的朋友 他们的房间是上下铺的嘛 所以我那一位屋面他是住在上铺 然后有一次他要睡觉的时候他话说 诶 墙壁有一粒小小的洞 那个洞是可以通去 就好像可以偷窥隔壁房间 你知道吧 可是那个洞不大啦 然后他就想 隔壁房间是那个阴城同学的房间 然后他就想说 说不定我可以 因为平时没什么跟他交流 是这样啊 说不定我可以从那个洞里面看看 那个洞里面到底在做什么 男生男生 那个宿舍是男生的 可是学生宿舍都是这样子嘛 要么就整洞男 要么他就整洞 然后他就 从那个洞看过去哦 他什么都没有看到 原来是红红一片 因为可能有东西遮住吧 可能是有poster遮住啊 还有什么的 好没有看他就讲说 啊这样我就稀稀睡吧 反正没有事情做了 结果他关灯要睡觉的时候 他就看到诶 他的锁掉的房门哦 他的门把他在转 就是外面 在门的另外一端有人在try 他的房间嘛 可是那时候 因为我那朋友跟我一样 就是没有灵异体质 所以他就觉得 诶 肯定是那个阴城朋友 他就住商铺哦 他就可能懒惰下来 他就直接在商铺 直接大声说 诶什么事情哈 叉叉 什么 什么事找了什么 他没有回应哦 可是他没有回应 那个门的门把就没有在转了 所以可能就觉得 诶 他应该是开出房门吧 然后他就 就不了了 他就睡觉了 然后也没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 可是第二天的时候 他就发现那个同学 那个朋友不见了 可能那位同学也会哄哄了 所以就也不在意啦 他就继续过着他 独居的生活 诶 整栋就是了 整栋就只有他 因为是老社区的关系 所以附近有那种垃圾场 没有处理好的话 就会有一个很臭的味道 有一天他发现他的宿舍越来越臭了 他也不把这个事情放在行上 然后有一天他从shopping mall 回来 他发现 警察围着他的宿舍 然后房东也在场 然后就问房东 诶 是什么事情 然后那个房东也讲说 哦 隔壁的那个 幽郁的朋友 因为客业压力的关系 他上吊了 哦 嗯 他就真的上吊 然后因为上吊嘛 大家都知道上吊的时候 眼睛是冲雪的 嗯 所以他是开 他是没有办法关掉 真的事情 真的事情 然后他就真的是 眼睛开着 然后眼睛冲雪 然后可能也因他死掉过 他的脚勾到那椅子 所以他的身体是呈现45度倾斜的 然后他的眼睛刚刚好 塌在那个小洞 就说他那一天晚上 看到那个红点 哎呦啊 其实就是冲雪的眼睛 就是你看着他的眼 对 也就是说他每一晚都在看着 看着你睡觉这样 头就靠着那个墙壁 头刚刚好卡在那个洞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中那个墙壁 所以那个洞才会出现 当他很靠近那个洞的时候 其实就是跟那个 死铁眼睛对似这样 然后他就会想到 诶 如果那一晚上他已经死掉的话 那转门的人是谁 就是他 哈哈哈 所以这个是他跟我讲的啦 所以我听到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 哦 好猫哦 怎么会有这种鬼事情 这很恐怖啊 对对 就是说整栋宿舍是没有人 嗯 而且他已经过世了过后 他才知道 那个洞的眼睛 原来是 他刚刚他脸睛对到那个洞 不是你那个朋友 对 然后过后他就搬过 所以他就过后他就搬掉 过后你朋友没有事吧 他过后他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事情 就只是 就是 就只是一个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 领域小事 我会哭耶 讲真的我会哭 对对对对对 我也会 但是我听了过后晚上也是没什么睡觉 我比较怕是他通 那个尸体如果他真的是有鬼怪的话 其实他每一晚他就通过那个小小的东西看着他 这个是没有一台镜头 真实的话 嗯 其实是可以自己 大家自行谷歌一下 上吊自杀的学员神到底是在哪里 这样子 嗯 就是这样 哇 这个这个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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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可怕了啦 哈哈哈 你讲一下小故事来 小故事来 缓和气氛一下 然后 冷藏啊 我又要讲我的名字 对不起 哈哈哈 真的 我发现我自己 在KL某一个地方 在云上面的冷冷的 就是跟我两个朋友一起去 然后晚上的时候我睡觉的时候 我是有听到一些声音 但是我 我是因为我很怕这种东西 然后我就不敢开眼睛 可是 the next day的时候 我朋友是跟我讲说 完全没有东西 因为我有跟他提到这种东西 他说没有啊 没有什么声音啊 可是我其中一个朋友就突然间 他爸爸妈妈讲说 要来接他 就是 我们本来还会多一晚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突然间要走了 然后我就在KL某的时候 他爸爸妈妈来接他 我就拜拜 拜拜什么 然后我就是 他走了过后我就转身嘛 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是跟我在一起的 然后我转身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个 一个 阿嬷 阿嬷 真的是阿嬷 然后他是真的很老很老很老 老到那种 周文很恐怖 我转头 我就是整个 当着在那边看着 可是 我觉得 因为如果平时 有一个人在你后面 你会感觉到 就是当他注射的 我是完全没有感觉到 然后我转身 我就看到他 是在我前面这边 而且是很靠近 重点是我朋友 没有反应 然后我朋友都讲 你这样在那边 然后就拉拉我走了 可是到那时候的我 我是想说 蛤? 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你朋友是没有看到 那个阿嬷 我也没有去问他 因为我也不敢去问他 可是现在 有时候我会回想 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到底我看到了 是真的一个阿嬷吗? 还是什么 就是当下你朋友 是问你什么是当主 然后就让你走 嗯 然后我就 我就觉得 因为很奇怪 就是有一个人 站在这么靠近 在你后面 我是感觉不到 嗯 对哦 那种零气息的感觉 有时候我想起来 我会 还是会鸡皮疙瘩 哈哈哈 这个是我解释不到的东西 就可能 我们现在大家听可能还好 但是 生力其境的时候 是蛮可怕的 好的啦 我觉得 今天这样子 分享一下这几个故事 我们是 真的是在自己 亲身经历 或是真的是 听朋友讲的啊 所以大家可能 左放后消遣 对对对 放听听就算了 如果你没有什么故事的话 你们可以在下面分享一下 跟我们 跟我们说吧 然后看 我们收集更多 像是我们再找别的 别的 别的 teammate 来 过来也是讲一下 他们的回顾是好的 没有错 那今天我们就这样子 好嘞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这个视频 别忘了订阅更多的更新 记得点赞 记得点赞 订阅我们下期视频 拜拜 拜拜 你好了 跟我们讲啊 OK 我认为我们很享受的方式 有什么安静的方式 看到没有 我的能量来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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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